我没什么好收拾的 红琴见到十三阿哥赶过来的时候 就明白肯定是出事了 而且事情也不像蓝静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也知道不能多问 听到米虫的话之后 也马上的说 咱们这就走吧 他人呢 等米虫和红琴他们离去了之后 十三阿哥脸也沉了下来 带过来 过不多时 傅茶哥哥被带了过来 开始还有些挣扎 见到十三阿哥之后 历史满脸的放光 眼睛也亮了起来 只是因为嘴被堵着 发不出声来 只能呜呜的叫着 将他嘴里的东西撤了 蓝静一挥手 你们退下吧 爷 傅茶哥哥嘴里的步一撤 历史声音就出来了 而且尤其的大 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傅茶哥哥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忙将声音放低了些 但为了传达出自己的喜悦和急切之情 低也没有低太多 爷 您终于来了 奴才知错了 奴才这些年一直在想您 也一直在想办法改错 现在奴才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爷 您要听奴才说 说到这儿 傅茶哥哥突然停了下来 眼光看向了蓝静那边 蓝静的心一晒 之前是让自己并退左右的 现在十三二哥来了 就连自己也要并退了呢 傅茶哥哥这梯子拆的 可是够快的呀 你不愿让我听 我也得愿意听才是呢 蓝静的目光看向了十三二哥 爷 你这一路过来了 就算是没有累着 只怕吃了不少的风 我去交代初夏 我什么都不用 十三二哥打断了蓝静的话 又看向了傅茶哥哥 在十三贝勒府里 没有什么话是福静不能听的 蓝静微微的一笑 依旧端坐着 他本是想着自己不在这儿 十三二哥才好套话 现在看来他却不愿意试这个美男计的 这 傅茶哥哥略微的一犹豫 见十三二哥的脸开始往下沉了 也不耽误 赶紧把他认为十三二哥会感兴趣的话 说了出来 爷 奴才的娘家虽然没有什么身份地位 也没什么本事 但这些年来 却一直想办法要帮爷的 而他们的努力 也终于是有收获了 他们探听到 九爷现在正帮着十四爷 争那个大将军之位 还要弄个什么车啊 还是炮来着 因为奴才身在别院 要把话递进来 实在是不方便 所以 有些事 奴才也是知道的不清不楚 爷只管找奴才娘家人去问 他们一定能说明白的 还有吗 十三二哥没有接傅察哥哥的话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又淡淡地问着 还有 傅察哥哥想了想之后又说 好像还说他们之前就算计过爷 而且还成功了什么的 但是具体是哪些 奴才却依然不是很清楚 请爷 去问你的娘家吧 十三二哥把傅察哥哥下面的话 说了出来 又淡淡地说着 你放心 你娘家那边 我必然是要去找的 但现在 你先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不管你清楚的 还是不清楚的 奴才刚才说了 在这别院之中 奴才娘家 要把话递进来 实在是不容易 傅察哥哥脸上 带着无奈的摇头 所以奴才能清楚的事并不多 不过奴才却知道 这样的消息对爷肯定是有用的 但因为奴才身在别院 见不到爷 也就没有办法告诉爷知道 好不容易附近来了 奴才就忙不低的来求见 只是附近却是另有事要办 既然这消息这么重要 十三阿哥没有听傅察哥哥把话说完 就又打断了他问着 又明知道你这里不方便传递 你娘家为什么不直接送到我那去呢 这个奴才就不清楚了 傅察哥哥摇了摇头 像是奴才娘家觉得事情太过机密 怕不小心泄露出去吧 你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十三阿哥看着傅察哥哥问着 还有别的吗 还有 傅察哥哥看十三阿哥 似乎并没有欢喜的样子 心下也有些慌了 赶紧的把能想到的就说了出来 奴才娘家的人应该已经在九爷或者是十四爷那边得到了一些信任 以后也会接着为爷打探消息 爷若是有事想让他们办 他们也必会尽力的 还有傅察哥哥见十三阿哥 依旧没有为其所动的样子 接着又说 九爷要弄的那车呀 还是泡的 奴才家或许也是知道在哪的 如果爷需要的话 也可以让他们试着去偷出来 你娘家倒是好本事啊 十三阿哥淡淡的一笑 这么要紧又必然是个大个儿的东西 他们说从我九哥那里拿出来就能拿出来吗 只要爷需要的话 傅察哥哥忙忠心的说着 奴才娘家自然会尽全力的 除了我九哥和十四弟那边 十三阿哥又问着傅察哥哥 你娘家那儿在哪儿还放了人呢 这个 傅察哥哥皱了皱眉 或许八爷那儿也有的 只是奴才娘家传出来的信儿 确实没有的 你娘家传出来的哪些信儿呢 十三阿哥接着傅察哥哥的话问着 为了怕走漏消息奴才都已经烧了 傅察哥哥忙回答 但上面所写的内容奴才都还记得 奴才娘家说了 这对爷是太重要的消息了 他们已经在收集凭据 已被爷跟皇上比名了 他们倒是想着周全 十三阿哥微微一笑 然后对傅察哥哥说着 行了 把你娘家都谁在这儿做事的名字告诉我吧 我会去找他们谈的 爷 傅察哥哥却没有马上说出名字来 而是看着十三阿哥 眼中带着期望的问着 奴才听说 乌苏哥哥的情形已经好多了 您看奴才是不是也可以回府去了 你要回府 十三阿哥又是一笑 在别院 你是里里外外的消息都能够得到 等到回了府 只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爷 傅察哥哥听着十三阿哥的话 有些不大对头 神情争了争 却还是依止自己原先想的说了 奴才是您的人 皇太后赐奴才过来 是为了侍候您的 有您的地方才是奴才该带的地方 很好 那就如你所愿 真的 傅察哥哥却是一脸的出乎意外的细色 什么时候我说的话 你也会有怀疑了 十三阿哥淡淡的回了一句 不是 傅察哥哥忙解释着 奴才万万不敢的 奴才只是太高兴了 这些年奴才少见外人 竟是连说话都不会说了 你安排一下 十三阿哥没有理傅察哥哥 静字的转过头对蓝静说着 昨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今天就带他回复 好 我知道了 蓝静点了点头 他虽然不太明白十三阿哥的意思 奴才自己回去收拾就好 盈嬷嬷的脚步连停也没停 傅察哥哥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人就已经走出去了 你怎么说也是主子 蓝静倒是对傅察哥哥摇了摇头 这种事又怎么能用你自己动手呢 放心吧 有你的丫鬟在呢 盈嬷嬷不会少收拾了东西 纵是缺个一样半样的 你还怕咱们十三贝勒府里补不上吗 傅静说笑了 傅察哥哥说出了这句话之后 居然又摆出了一脸的感慨 奴才可是好久都没有听到傅静 对奴才说笑了 这都是奴才诸事没有做好的缘故 说到这儿 他又很郑重的对蓝静行了一礼 傅静 奴才还要跟你请罪 是才奴才情急之下 话说的有些造词 还请您看在奴才也是想帮爷的份上 能欲以原谅 奴才向您发誓 奴才对您从来都是恭敬爱戴有加的 这样子的恭敬爱戴 我可是销售不起的 蓝静本来就被傅察哥哥 这着实有些过火 也有些过于着力的演技 弄得一头的黑线 线下再被他呢 满目满脸的真诚与恭敬一击 差点一个寒颤就打了出来 但是面上却还是学着十三阿哥淡淡的说着 只要是能帮到爷的 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不原谅的 行了 有什么话回府以后再说吧 十三阿哥站起了身 我也有着急的事要办呢 咱们这就先走吧 迎摸摸他们也有车 等收拾好了东西 自行回去就是了 爷小心一些 且不急等车备好了再去也不迟啊 蓝静忙上前去扶 一边吩咐着人去备车 一边絮絮叨叨的对十三阿哥说着 您线下的身子是越来越强些了 却是离着能蹦蹦跳跳 还有些时候哪里就用得这么招的听风就是雨的 没事 不过只是骑个马而已 哪里这么嚼气了 十三阿哥笑着摇头 我其实已经好多了 只是你早些年被吓住了 才一直都觉得我弱不禁风的 这天底下再也没有比我更盼着爷能好起来的了 蓝静对十三阿哥笑了笑 再说了我可从来都没觉得爷弱不禁风的 相反的我是一直认为爷本身就是风来着 哦十三阿哥笑着看着蓝静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风 可是大风起飞云飞扬吗 还是大风从北来凶凶十万军呢 蓝静摇头说着 自然不是大风 您要是大风 咱们府里就不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而是千树万树梨花飞了 要我说爷是春风多可太茫生 长供花边柳外行 好啊 你可算是看了几本诗书了 十三阿哥笑着说 连取笑个人居然也要这般的眼 你也不觉得累的话 爷一个大风都不累 我一个春风又怕什么的 蓝静笑了笑 看到管事过来了就收起了笑容 好了不说笑了 车应该已经备好了 爷咱们现在可以乘风归去了 爷和福晋到底是有才的 傅茶哥哥听着十三阿哥和蓝静对诗 一时也不好插话 这个时候见着大家都起身准备出发了 他一边笑着来扶蓝静 一边笑着说 这诗词之道居然是随手就能拈来 奴才听着可是羡慕得紧呢 苦巴苦想的倒也得了一句 这春风得意马蹄疾也算是说风的吧 还是你说的硬紧 既说出了风也说出了咱们要用的马 蓝静冲着傅茶哥哥一笑 一边在他的扶持下伴在十三阿哥的身边往外走去 一边继续的说着 说起来我倒是又想起了一句诗来 正好是说马蹄的 踏花归去马蹄香 刚才来的时候我在车里不得见 却是不知爷爷路上可见的话没有啊 就没有也不要紧 能踏草也不错 草木之中更是另一种清香之气呢 就不知是不是也能引来蝴蝶了 蝴蝶 傅茶哥哥面色一愣 随后眉头微皱 估计是在想有什么写蝴蝶的诗能够应对蓝静的话 行了 你也别只管跟在这儿闲聊了 十三阿哥淡淡的吩咐着傅茶哥哥 你先到车的那边 看看是不是一切准备妥当了 是 傅茶哥哥冲着十三阿哥和蓝静行了个礼 兴冲冲的往门前走去了 乱花见玉迷人眼 浅草才能磨马蹄 你想说的其实是这句吧 十三阿哥看着蓝静问着 不等他回答 就摇了摇头 接着往下说了 他的心性已经迷了 你再点他也是没用了 爷 蓝静皱了皱眉 您绝没绝出来 这傅茶哥哥的性情似乎是有些变了 以前他可没有这般浮的 他的心性一直既高又浮的 否则也不会做出那些事情了 十三阿哥轻哼着 说着 早些年他是能压得住 现如今在别院多年 他那点后仰出来的沉稳早就磨得差不多了 况且咱们也少过来 他能得个机会也不容易 自然不敢再拖延 有什么都得赶紧地说出来 否则错过了 以后就未必能再说了 不是 蓝静摇了摇头 也是没有见到他之前的样子 才这么说的 可是我见过他 我总是觉得他有点不大对劲 有些像乌苏格格生病之前的情形 但又有些不像 管他是什么 都没关系了 十三阿哥微微地一笑 你从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回到府里 并且按照我说的 把他回去住的地方收拾出来 等过些时候再叫他娘家人过来探望一下 具体是什么时候 你听我的话就行 然后 十三阿哥停住了没有再往下说 蓝静也不问 反正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确实不是好事 在傅查格格回到十三阿哥府之后 虽然神态间颇有不稳之态 但到底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 所以并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异动 但是小动作却还是有的 而且也很喜欢打听事 这应该是 源于他急于想知道自己娘家到底帮上了十三阿哥的忙没有 这个忙帮得有多大 从而也好让他知道一下 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不过下一步的事 确实是不用傅查格格自己来想了 十三阿哥都已经替他安排好了 你不是想见家里人吗 行啊 没问题的 十三阿哥让蓝静派人去通知傅查家里了 甚至还很体贴地暗示他们 多来一个两个的 也不是不能通融的 耶 接到下人的禀报之后 蓝静叫着十三阿哥 傅查家的人来了 你要见见不 我见他们 十三阿哥摇了摇头 没见他们 他们就敢做这样的事 再见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若不是有需要 连你也是不必见的 不过你见归见 却不要太久 两三句话打发他们就行了 好 我知道了 蓝静点了点头 十三阿哥不愿意见傅查家的人 傅查家的人却非常愿意见他 在给蓝静见过李之后 傅查格格的额娘就说 他家的老爷也来了 希望能够有幸拜见一下贝勒爷 想拜见怎么也不说提前打个招呼啊 蓝静微微地皱了皱眉 随即又面带着笑容 抱歉地说着 心下确实不巧 爷的身子不爽 正喝了药刚歇下呢 十三爷没事吧 傅查家的人忙问着 不是说已经好多了吗 本来是好多了 蓝静笑了笑说 这不是之前的时候到别院去了吗 路上有点累着了 不过大夫已经看过了 说是虽然有些虚 却也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歇上几日 期间别四处走 也别见外人就行了 只要爷的身子没事就好 傅查家的人笑了笑 外面这个时候正热 爷趁便在府里歇个数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话说得很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平平静静的日子过起来 才是最舒服的 蓝静也笑了笑 然后又说着 看我居然拉着你在这说上话了 又埋怨地看了身边的人一眼 你们也不说给我提个醒 还不赶紧地送着傅查格格家的人过去 傅查格格这个时候啊 只怕都要望眼欲穿了呢 可不得翻译了吗 我如果要抱着理论 我还是想看到他们是在这儿的地上 那变得美的overs